大家好,這是我爸寶 明晚有馬跑,不過香港的天氣挺麻煩 今天也有黃雨,昨天也是 不知道明天會不會,估計地一定不是快 變化地就麻煩,並非這麼容易買中 還有很多側身馬都不知會否適應這些變化地 如果他們適應,你又猜不到 因為跑過才知道,很多時候都猜不到 要講運氣,希望地不要那麼差 還有希望跑馬停雨 上次二川一都失敗了 因為上面那裏爆大冷 我猜到會爆大冷 但是因為我不喜歡賀明年 所以那隻馬我是不會買的 不過又當馬學跑了 總之是爆冷了,沒話說 回到明天,我就選了第六場 但我平時就是上面選四隻,下面就選一隻 這次就有少少改動 因為想中的機會率大些,成本就貴了些 我這次就上面三隻,下面兩隻 我逐隻逐隻說這三隻 那就是第六場的二四十 今天二號馬就前多多,就是潘頓騎 潘頓這陣子大家都看到了,死了火 這隻馬反而現在太早了 我看到6.3,越冷越好 我覺得這隻馬就有很大機會 但是要冷,熱起來也是麻煩的 第二隻馬呢,我就是喜歡四號 飛馬將軍 他因為他的檔位很好,拍第一檔 喜歡禮,那次畢業 其實是好事,是沒有事不知 因為畢業變成大師傅 沒有了減榜,少了那麼多 行不行呢,真的沒有人知道 但是不管了,我當他很薄 而且這隻馬是第一檔 現在是4.7,4.3 這隻馬我都覺得很大機會 另外一隻,現在目前是大熱門的掌聲 我都挺喜歡他 其實我不喜歡巴毒的 不過呢,這隻馬上次 就在第五班那一次就是贏了 贏了,跟著上了四班 那就好像跑得不一般,跑第三 因為明天的場地,我們又不知道 我當他遠地都行 所以看了他 那就是十號 他的檔位都不是那麼差 是第三檔的 至於第七場呢 我就喜歡這隻七號和八號 七號飛雲,就是報民 方家柏 方家柏最近都博的了 希望放得報民下去 因為上次報民都奇過一次 然後跑第三 後上 希望上次的經驗 走位會好一點 也希望遠地他也對 變化場地也對 有機會贏一下 另外一隻就是八號 就是三代同心 這隻馬對上兩次就是班得利 我也是不喜歡班得利 班得利就是他騎了多利神驅 反而我不要他 因為多利神驅剛剛贏完 我大熱他贏了 理論應該是班得利選了多利神驅 高東來就應該找艾杜娜 我覺得艾杜娜跟他配合很好 我覺得值得薄 而且他是9.1 希望這兩隻馬可以殺入你 上面也是三隻 三隻的話 如果你說你不喜歡買Mabel 自己買吧 也可以買連人位 鐵三角而已 三十元更便宜 甚至位置Q也是三十元 至於下面這兩隻會不會 一條Q回來或者一個位置Q 真的不敢說 這口就是Mabel 第六口 二四十 第七場就是七和八 如果你喜歡這隻七八的話 七八可以射到下面 雖然可以選兩隻大熱門 一隻大熱門 一隻大熱門便可以了 I pick up for tomorrow 是Race 6 Number 2 Number 4 Number 10 And race 7 會是Number 7 And 8 剛剛看回剛剛的紀錄 對償那次都有買飛雲的 那次是跑第三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應該OK的 祝大家好看 Good luck for everybody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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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